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5月29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有这么三方面的内容,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积电搬到美国,在美国设立分部 从台积电台湾的本部呢,给分走了很多的工程师 好像有1000多名,1500多名工程师,对吧 那么这些工程师在美国的生活现在是苦不堪言,后悔莫及啊 凄惨极了,生命财产的安全都受到了威胁 一会儿我们来聊一下他的详细情况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就是关于日本这个核污染水要排到太平洋里头的这件事情呢 这点时间以来啊,韩国和中国不断的就抗议他这件事 但是日本呢,一直都没有表态说取消这个事情 反而呢,不断的公布消息呢,排海的这件事情越来越逼近了 最近呢,我们就看到韩国越来越多的人来抗议这件事情啊 那么因为韩国政府呢,现在采取的是一个显日的这么一个态度呢 所以韩国民众非常的无奈 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力度呢,越来越大了 那么中国现在采取了哪一些措施呢 我们一会儿来讨论一下 第三方面的内容呢,我就觉得好像呢,比较好玩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啊 我就觉得好像是范冰冰和马斯克他们两个呢,真的是好像有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看到了范冰冰的动向呢,和马斯克的动向呢,不谋而合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会儿来说一下啊 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台积电这帮人啊 那么我们就知道呢,台积电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呢 在凤凰城那块,设立了一个分厂啊 这个厂的规模是很大的 那么从台湾给这个分去的工程师呢,也挺多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至少有1500个 那么其中呢,这1500个不是说一个人去啊 都是脱家带口的,那么去了以后得生火呀 据说就在台积电那个工厂的附近呢 就专门呢,搞了两个小区 专门给台积电这帮人用啊,是两个 那么以前咱们说过就是这个台积电村 那么现在呢,据说是两个啊 是台积电A村和台积电B村 按说呢,这种情况啊 我们就会认为说,哎,对这些工程师还不错呀 但是呢,消息也传来 今天我看到一个报道 他们的情况呢,并不好 分A村B村嘛 说前一阵的时候呢 那个B村啊,就遭到了不明人事的闯入 闯入以后呢,就跟那住着就不走了 你可能是说呢,住在谁家不走的呀 原来呢,这事是这样的啊 那么给台积电的这个A村和B村呢 它本来就原来在建的小区 就把这两个小区呢,完全就收过来了啊 它是收购啊,还是租用啊 这些咱们就不知道了,也不重要 那么A村B村呢,就安排了这些工程师呢 在里面住,但是呢,并没有住满 所以呢,前一阵呢,就发生了有一些呢 不知道是什么人啊,不明人事 就闯入了B村那些空闲的那些单元 就到里面去住 据这些工程师们反映啊 说那些空闲的,没有入住的那些呢 那门啊,也没有锁 它就是那么开着 谁都可以一推门就进去 那些个不明人事呢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发现的 反正呢,他们就进去了 现在呢,不清楚那些人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呢 还是什么啊 反正这些人进去以后呢 就让台湾的这些工程师呢 就产生了不安 就觉得我们在这住的这个区域啊 怎么这么不安全呢 就和在台湾的居住不一样 我们大陆的民众 以及台湾的民众呢 都知道啊 就是在大陆也好,在台湾也好 一般的来说呢,我们的小区啊 它都是一个封闭式的 都会有保安 如果进出这个小区的话呢 都有那个门禁啊 如果没有门禁,没有卡的话 你是进不来的 但是呢,美国这小区 它就是开放式的 美国确实是,加拿大也是 其实没有那种中国那种封闭小区 有那样的小区呢 就是非常高档的那种小区 为什么说会是这样呢 因为啊,你每增加一项啊 需要人的话就增加成本啊 在北美这个人工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这些成本呢,能省则省 所以呢,很少有那种封闭的 如果有封闭的话呢 它的管理费各方面呢,就比较高 那么穷人就买不起那样的房子的了 因为这块的费用呢 一般人负担不起啊 所以说为了迎合穷人呢 一般的小区都不设这种保安什么的 那么这个台积电 A村B村呢,也是这情况 他们并不是封闭的小区 不设门禁 谁都能去 那么前一阵呢,就发生了啊 B村遭这个不明人士闯入 那么这两天呢 A村啊 又遭到了一些青少年的闯入 那么这些青少年闯入呢 可不仅仅说呢 就静悄悄的找个地方 找一些没人的单元 就跟里面入住就得了啊 这些青少年进去了以后呢 就破坏砸车 砸开他们的车窗车门 说是一夜之间呀 有超过七辆车受到了损害 那么这些车主呢 当时就报了警 但是警方的处理呢 是非常不利的 一个是呢 出警慢 另外呢 来了以后呢 警方好像也束手无策 使得台积电的这些工程师呢 非常无奈 这些工程师就说呢 说从监控上来看啊 明明是清清楚楚的 能看到三名青少年的身影 那么警方为什么不顺藤摸瓜 去抓那些青少年呢 这一点呢 也确实是让人不可理解啊 既然你们美国 把台积电搞到那去啊 你们在开工的时候呢 还非常重视啊 连总统都来了 怎么这警方对这个 如此的不重视呢 那么接二连三呢 这个是出了以后呢 现在就有媒体啊 就关注这件事情啊 就去采访那些工程师 这一采访不要紧 这些工程师呢 就大吐苦水 刚才我所说的啊 说现在呢 生活质量啊 比在台湾的时候呢 大为降低 你就是呢 小区不封闭 没有门禁 没有这个 没有保安 那你让人肯定是感觉 这个生活质量下降了呀 现在又遇到这些事情 还有呢 这个工程师就说啊 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呢 有一些个人啊 走在路上呢 被骚扰啊 被抢劫啊 人身这个受到威胁 让他们呢 就觉得莫名其妙啊 再结合美国呢 现在对华人 对亚裔的那种 人身的威胁啊 就是没有原因的上来就打 甚至打死人的那样的事情发生呢 让台湾的这些工程师呢 就特别的害怕 他们在之前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工程师呢 还被抢劫啊 所以他们现在就特别的害怕 警方呢 又不给力 刘乱汉来了 就报告警方 警方根本就不管啊 车被砸了 报告警方呢 警方的处理呢 也是不给力 现在呢 他们就只能是建立一些 这个台积电工程师群啊 A村群啊 B村群啊 还有AB村群啊 这样的一些群啊 大家呢 就互相通报一下 就是谁谁谁 从哪个路走过的时候 受到骚扰啊 大家不要从那走啊 还有谁是谁 从哪走 被受到抢劫啊 大家不要从那走啊 还有你的车 那个放在街上 在什么地方被砸的这些呢 都互相通报 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了 这样的生活呢 真的不是这些工程师 到美国之前 所想象得到的 本来呢 到美国来 觉得呢 好像是进了天堂似的 进到一个更发达的 国家和地区 可是现在看起来呢 比台湾差远了 说是 还有呢 就是这个台积电啊 建的这个地方 建的荒郊野外 特别的偏僻 交通也不方便 社区的服务设施啊 什么都没有 购物啊 什么的都不方便 所以现在台湾的 这些工程师们是 苦不堪言 后悔莫及 我今天看到这报道以后呢 说实在的 我也挺吃惊的 我觉得这工程师呢 本来是他们抢去的 还不应该当宝贝一样的 看待吗 结果呢 并不是 那么这些人 原来的说呢 他们去了以后啊 可能笨的 留在美国啊 可能去了以后呢 就会找其他的工作啊 然后就离开台积电了 但是现在看来呢 也并没有那么容易 这些人现在的居住环境 工作环境这么的差 但是呢 他们还没有离开 看来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呢 本身就不容易 更何况呢 美国现在的经济 也是非常差的啊 现在债务上限的 这个问题呢 搞得美国人心惶惶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日本啊 搅得这个本地区啊 人心惶惶的一件事 就是日本呢 要往这个海里 到这个核污染水 它还不是说核废水 就是核污染水 它那水是明确的是污染过了的 那么我刚才已经说了 之前的时候 反对的声音比较强烈的呢 是这个韩国的民众 韩国民众经常组织起来 抗议啊 示威啊 游行啊 他们的规模呢 越来越大 为什么越来越大呢 因为它排放这个 核污染水的日期啊 是越来越近了啊 那么这两天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开大会 那么在这个开大会期间呢 中国的代表啊 就把这个核污染水排海的这件事情呢 提到了一个议事日程上来 作为一个重点呢 来讨论这件事情啊 因为这件事情呢 是危害性非常大的 而且呢 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是一个子孙后代 危害这个千秋百世的一个事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就连咱们这个中央电视台啊 他们都写了一个这个设评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设评的内容 说是呢 中方坚决反对 日方不得擅自启动 现在呢 就给它来点厉害的 你不得擅自启动啊 我们现在是坚决反对的啊 不要以为我们说说就得了啊 中央电视台这个设评呢 说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正在日内瓦举行 中国代表在27日 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 发言指出 中方坚决反对 日方单方面决定 将福岛核事故污染水排海 以前的时候呢 我有时候呢 就说核废水啊 经过网友呢 给我纠正 网友说呢 核废水和核污染水 它可不一样啊 核废水呢 是指那样的啊 就是那个核电站呢 它是用核反应来放热的 对吧 它会特别热 那么这如果是那核设施的话呢 它是一个封闭的 它是一个封闭的 那些核物质是不能泄露出来的 但是因为它特别热呢 就会用水 把这东西就泡在水里面 来给它进行冷却 那么这个水呢 在它变热之后 用过了之后呢 会把这部分水呢 撤下去 再换一些冷水上来啊 那么这个被换下去的水呢 叫核废水 这个核废水呢 就是说这个核设施 除非它泄露 这个核废水 按说呢 这里面其实是没有 或者很少很少 那种核物质的 理论上说应该是没有的啊 这是核废水 你如果管它叫核废水的话呢 就误导了一些 他们懂得知道核废水 是什么东西的人 因为这核废水呢 它基本上从理论上说 就是无害的 而日本要排海的是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浮岛地震以后呢 它这个设施全都遭到了破坏 那么这些核物质呢 都泄露出来了 泄露出来了以后呢 就在这个水里面 这水里面就是有这些核物质的呀 这叫核污染水 这些水已经污染 这里面是一定有核物质的 那么现在日本呢 就这些水呢就很多 而且呢它越来越多啊 它说是它没有地方放了 所以要排到海里面去啊 那么美国呢就纵容它 说是呢它已经处理过了啊 这里面没 这里面呢 还有的核物质呢非常少 而且呢如果排到大海里面 排到这个太平洋里面 因为它水很多 一稀释呢就更少了 这就什么狗屁理论呀 那么现在呢 反对的声音最大的呢 就是韩国的民间和中国的政府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中央电视台说的啊 中央电视台这篇这个社评上说呢 中国代表说 福岛核污染水排放进程将长达30年之久 福岛沿岸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洋流 核污染水排海10年以后 有关放射性的核素将蔓延到全球海域 此举系将风险转嫁给全人脉 这不是日方一家的私事 而是关乎全球公众健康的重大问题 很多国家和利益攸关方都表达了严重的关切 在同各方协商达成一致之前 日方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染水的排放 中国代表指出 日方就核污染水排海所做的狡辩 归结为一句话就是 水质无毒排放有理啊 对啊 这就是他的理论 美国还帮着他 哎呀 是啊是啊 这个水已经是无毒了 然后中央电视台说呢 日方所言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必须就一系列的问题 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第一呢 就是辅导核污染水 如果安全的话 日方为何不留着自己用啊 为何不用于国内的农业和制造业啊 为何不向国内的湖泊来排放啊 日方理应就此做出负责任的解释 就这事呢 我以前跟大家说过啊 韩国有些人就提出来了一个建议啊 说你日本说 你没有地方这个排放啊 你可以挖一些坑啊 做上那个防渗的措施啊 把这些水你排进去 然后你还成为了一个湖泊 对吧 人造的湖泊 或者我们叫水库 还成为一井 不是挺好的吗 你为什么要来护护我们呢 对吧 人家韩国这个建议也是不错的呀 总之一句话呢 就是说 你如果觉得安全的话 你自己留着用啊 至于说怎么用 你自己去想办法去啊 对不对 你更何况周边的国家人民 还积极的帮你们想办法呢 然后呢 这张电视台就说 第二 将核污染水排海是不是唯一的可行方案 日本经济产业省曾提出五种处置方案 日政府专家委员会承认 蒸汇排放 新建储罐 水泥固化等方案成本高 排海是最便宜的方法 且对日自身的污染风险最小 说白了 选择排海就是为了自己省钱 让全球造样 中央电视台接着说呢 第三 核污染水排海将对全球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影响啊 核污染水直接跟福岛和事故中融化的反应堆堆心接触 包含有60多种的放射性的核素 其中川的半衰期约13年 碳14的半衰期超过5000年 很多核素尚无有效的处理技术 部分长寿命的核素可能随洋流扩散 并形成生物负极效应 将额外增加环境中的放射性核素总量 给海洋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可预测的危害 日方明知水有害 还向海洋排 居心何在啊 这种为了本国的短期私利 损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行径 必须受到严厉的谴责和坚决抵制 中国代表强调 太平洋不是日本青道和污染水的下水道 日方未对盘海以外的其他处置方案 进行充分的研究论证 单方面将不可预测的风险强加给国际社会 处心积虑的为盘海决定洗板 极其不负责任 中方再次的敦促日方认真履行国际义务 同包括周边邻国在内的利益攸关方 和攸关国际机构充分的协商 以最安全和最稳妥的方式处置和污染水 并接受严格的国际监督 我觉得光这样来表明态度呢 我觉得不行 应该威胁它 如果你排放的话 我们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好这是第二方面的内容 第三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前两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就说那个范冰冰啊 去这个嘎纳啊 哎突然就爆出来说呢 和这个马斯克他妈妈呀 异常的亲密 不是一般的亲密啊 不是说见着熟人了啊 或者是交个朋友那样的 啊不是啊 亲密的不得了啊 就是那种呢 他妈妈对范冰冰喜欢到呢 就好像是他们家转而喜似的呀 那我还说了 会不会说这个范冰冰现在啊 就现在是单身吗 对不对 会不会就搭上了这个马斯克呀 那么我当时呢 不确定马斯克是不是单身 然后后来呢 有网友我留言说 是马斯克呢 他虽然说以前呢 可能是结过婚啊 跟好几个女的有孩子啊 但是呢 他现在来说呢 他是一个单身的状态啊 他是单身的 如果他和范冰冰俩人呢 狼有情 切有义的话呢 完全可以走到一起啊 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么今天我就看到了一个消息 哎 这个环球时报报道说呀 说据露透社5月29日报道说 三名知情人士透露 预计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首席执行官 艾龙马斯克本周将访问中国如果成行 这将是他三年来首次访问中国 哎 这些用词啊 让我特别的吃惊 我这个 这条消息让我吃惊有两点啊 一点就是呢 哎 马斯克他不是在中国是有厂的吗 在中国有厂的老板 还不经常到中国去 却原来都三年没到中国了呀 那也许是因为疫情哈 但是他这种因为工作的原因 好像早就可以去了吧 怎么就一直都没有去呢 这是为什么呀 啊 而且呢 这个消息发放的时候 这里面的用词 我觉得好生奇怪啊 用的都是访问中国 这是他三年来 首次访问中国 甚至还用到说访华 用这样的词语 好像都是政治性的这种词语 为什么会这样啊 哎 现在这个马斯克和中国之间 好像马斯克对中国 好像不是很那个什么 中国是希望他多去 而他并没有去吗 那么这一次呢 你看他的行程啊 好像和范冰冰的这个行程呢 是不谋而合 是一致的呀 那么范冰冰呢 到干纳去参加电视节啊 电视节好像也是 这个29号啊 还是28号啊 就结束了 范冰冰这次在这个电视节上 真是又大出风头啊 那么仗着他长得漂亮啊 身材也不错啊 对吧 气质好 霸气啊 穿了一共说是16身衣服啊 这回呢 还穿了一个猛虎下山的一个衣服啊 据说是特别特别的抢眼啊 以前好像还穿过什么新鹤服 还穿过什么 还穿过龙袍对不对 反正就是中国元素的那种吧 在国际电视节上呢 还是挺扎眼的 但是呢 他这一次你看啊 就是呢 说马斯克呢 本周啊 今天是新第一啊 要去中国 而范冰冰呢 干大电视节结束了 要回国了呀 你说他们两个会 双双的回中国吗 好像大有那种 夫妻双双网家馆的味道 对吧 是不是现在马斯克对中国 是冷下来了 但是呢 中国还是希望马斯克呢 对中国不要冷下来 是不是派了范冰冰啊 来进行这方面的这个协调啊 不能叫斡旋啊 这种事情 反正就是来协调 现在看来呢 好像协调成功啊 你说这是巧合吗 我认为这不是巧合 这个视频呢 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有这么六七条新闻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第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中国斡旋 俄乌冲突的这件事情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仍然是会看到呢 俄罗斯方面的报道说 又摧毁了乌克兰的哪一些什么军事基地啊 什么之类的啊 又拦截了乌克兰那边发射的什么风暴阴影啊 那就是英国支援它的那个导弹啊 还有呢 无人机啊 还有呢 海马斯火箭弹啊 而乌克兰一方呢 就是说俄罗斯呢 又对他们的基辅发射的导弹呢 全部都被他们拦截啊 那么从这些报道来看呢 好像是俄乌冲突啊 一点减弱的迹象也没有啊 是不是就说明了 斡旋无效 或者是呢 不可能斡旋成功 或者是进行不下去呢 其实呢 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有一句话说呢 战场上的优势和劣势呢 决定了谈判桌上的优势和劣势 那么李辉对欧冲突斡旋这个事情呢 仍然是受到国际的关注的啊 那么比如说呢 在今天这个记者会上 毛宁呢 又介绍了李辉斡旋的情况啊 他说 5月15日到26日 中国政府的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 访问了乌克兰 波兰 德国 法国 欧盟总部和俄罗斯 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同各方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 阐述了中方的立场和主张 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和建议 凝聚了更多的国际共识 各方高度重视李辉 特代辞访 充分的肯定中方为劝和促谈 发挥积极的作用 赞赏中方呼吁尊重主权领土完整 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 期待的中方继续发挥建设性的影响 当前乌克兰的危机仍然是处于紧要关头 下一步中方将继续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四个应该 四个共同和三点思考 加强与各方对话交流 不断的凝聚共识 积累互信 推动形成最大公约数 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 做出中国的贡献 那么根据毛宁的这一段回应呢 我们看出来 就是说呢 中国是认识到当前乌克兰危机 还是处在紧要关头 那么下一步呢 会继续落实习近平所定下来的那些原则呢 来进行卧选 那么前一段时间对各方的访问呢 都受到了各方的欢迎支持 以及这个期待 所以呢 下一步会紧落密鼓的进行下去 那么现在我想说一下呢 就是这两天呢 我们看到有一种说法啊 就说李辉呢 提出来了一个建议啊 说是俄罗斯所占的乌东地区呢 就交给俄罗斯来管理啊 还是托管呢 这么一个说法 说李辉的这个建议呢 就受到了欧洲的坚决反对 那么这件事情我听说以后啊 我就觉得这是不可能 这肯定是一个谣言 为什么呢 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劝和促谈的过程当中啊 中国会是一个这个中间人 斡旋的这么一个角色 他不会说提一个建议 说你们就这样 尤其是像这样的啊 很明显的 是一方的强烈要求 而另一方呢 现在来说有强烈不接受的这种建议 李辉呢是不可能提出来的 尤其是在这个环节绝对不能提出来 那么进行斡旋的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大家要达成一个共识 这个战争啊 要不要停下来 这是一个关键 如果大家认为说这个战争呢 都应该打到底 那你还斡旋个什么劲的 对不对 首先呢要达成一个共识 这个战争啊 应该停下来 双方应该坐下来谈 应该是这样的 就好比是哈我以前做法官的时候啊 经常是这个办很多的离婚案啊 大家想想看 如果说你的朋友啊 两夫妻在闹离婚 那么你就去对他们进行这个调节 你首先第一方面 是不是要让他们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说你这个婚啊 是离还是不离 先确定这么一个原则 对不对 如果说这个婚呢 就是达成共识 就是坚决要离了 那么你就不能说 哎呀是不是说你多做饭 他多看孩子 你多擦桌子 你多吸地啊 你就不要再调这些事情了 对不对 因为两个人都要离婚了呀 如果是两个人定下来 这婚不离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就不能说 哎财产怎么分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你首先就是说呢 是这个调节也是分阶段的 是不是呢 所以呢 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我就觉得说这是造谣 李辉不可能提这样的建议 那果不其然啊 今天在外交部的记者会呢 就有记者又问到了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是路透社来问的啊 路透社就说呢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对中国特使李辉 近期欧洲之情 之情的西方官员称 中国正在提议一项 将使俄罗斯拥有乌克兰 部分地区的停火协议 你能否证实中方正提出这个建议 以及原因是什么 啊 这是我刚才所说的啊 那个报道 李辉啊 提出来了一个建议 那么毛宁就说了 关于李辉特别代表访问的情况呢 中方都及时发布了消息稿 请以中方发布的消息稿为准 那么我昨天在这个给大家介绍那消息稿的时候呢 我也说了你看中国的这个消息稿里面并没有提这个吧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我就有分析呢 李辉这不可能的 那么毛宁接着说了 他说我也注意到 乌克兰的外长公开表示 根据他同各方接触的情况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表示 李辉特代做了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提到的表述 你看到了没有 就是乌克兰的外长呢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里面的表述 所以呢 乌克兰外长呢 他们也比较关注的事 是不是说李辉背着我们和其他人接触的时候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所以呢 那这个外长就说那个库列巴啊 他就说 他说呢 他同各方面接触的情况来说呢 没有任何的一个国家说 哎 李辉说了那个话 并没有 那我昨天呢 也给大家介绍华尔街日报啊 他报道的部分内容 因为我是看这个美国之音 他引述的 他那里面呢 他就是说啊 拒啊 一个和李辉对话过的官员 而其他的官员都是没有参与李辉的这个访问的 所以呢 那些人说话真的是胡说八道 我昨天还说 说那个参与了和李辉进行对话的那个官员 是不是美国派去的呀 对不对 胡说八道 好 第二个新闻呢 我认为也是一个谣言 现在又搞得沸沸扬扬呢 那么昨天就跟大家说了啊 俄罗斯呢 现在就在白俄罗斯部署那个核武器 对吧 战术型的核武器 白俄罗斯的总统说呢 说那核弹头呢 已经开始起运了 他们两家离得很近啊 接壤吗 估计呢 很快就到了 到位了 昨天呢 有网友就说呀 俄罗斯这么做呢 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说美国对白俄罗斯发动了颜色革命 白俄罗斯的政权落到了反俄罗斯的内派的手里面 俄罗斯如何和白俄罗斯来这个对付呢 对不对 他就成了一个有核国家了呀 你怎么对付他 那么我看到了这个呢 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呢 俄罗斯啊 在白俄罗斯部署了这个核武器 但是对这个核武器的操控呢 是掌握在俄罗斯手里 他是不会让白俄罗斯来操控的 那么具体呢 我们也不太懂 有的网友可能会提出来说呢 你说操控就操控了吗 如果说出现那种情况的话 会不会被他们控制呢 那我们就说不好 那美国也是这么做的呀 美国把他的核武器放到有些国家 那他不担心这个问题吗 我想可能是可以控制吧 好 这是一个内容啊 另外呢 就是因为这事 现在我看到呢 美国以及西方呢 就围绕这事就开始造谣 那么今天我就看到 我认为是一个谣言的呢 就是说白俄罗斯的这个总统住院了 而且呢 生命垂危啊 说是中了毒了 有人给他下毒了 那谁给他下毒了呢 因为他刚去访问过俄罗斯回去 说是普京给他下毒了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呢 普京给这个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下毒啊 比说这个俄罗斯炸的那个天然气管道啊 还扯 真的是非常扯 现在呢 就不知道他什么情况 不知道他是不是住院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病情非常的危急 不知道他是不是食物中毒 这些都不知道 好 接下来的这些新闻呢 是两个挺恶心的事 一个呢 就是啊 新西兰呢 有一个房东 他在网上发布了这个租房广告 他租房的这个目标群体呢 还特意点出来说亚裔的女性 你知道吗 说给亚裔的女性这个租的房子 免费啊 免费 免租金啊 但是呢 有一个条件啊 要跟他上床 你是不是想疯了呀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呀 这个消息呢 真的是都把亚洲的这些个留学生啊 都恶心坏了 这个呢 是一个事 下一个事呢 就是英国的一个议员啊 都把全世界恶心坏了 英国这个议员呢 他说是啊 早晨起来呢 发现自己啊 赤身裸体啊 躺在一个妓院里面 衣服呢 全部都被别人拿走了啊 然后呢 他醒来以后 一看这种情况啊 眼睛一眨 然后就说什么呢 说他可能是 被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间谍套路了 这件事情真的是 全世界啊 都是都笑叉气的啊 就是所有的人就说啊 什么事都赖着中俄吗 这明明是你自己啊 到妓院里面去嫖 中国和俄罗斯啊 安排一个人和你上床去爽 爽完了以后呢 就闪人 让你还不知道是谁啊 为啥呀 是不是吗 这个英国的议员 这脑子真的是够呛 就英国啊 他们的国家的命运 掌握在这样的人手里面 他还好得了吗 好 下一条新闻呢 是来自于土耳其这次的大选啊 我们知道呢 土耳其这个大选呢 经过了两轮 第一轮的时候呢 这个 俄尔多安呢 就差一点点啊 没有当选 他得了好像是 59.82的选票吧 59.82% 就差一点 第二轮呢 今天已经结束了啊 这个俄尔多安 以52.9%的支持率呢 已经是获胜了 他的竞选对手呢 得到了48.9% 这个差距呢 和他第一轮差不多 那么在第一轮完了以后呢 我就看到美国西方啊 那些媒体呢 就欢呼雀跃啊 就说俄尔多安呢 只要是输了第一轮 他就一定输第二轮 因为其他的那几个竞选人的 这些选票呢 到处都会转到 这个他的竞选对手的身上 现在看来并没有 俄尔多安呢 又赢了 今天我看到呢 说这个民进党兴奋起来了 我一开始不明白 民进党怎么兴奋起来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俄尔多安 他是一个和美国 非常不亲的一个总统 让美国非常头疼的一个总统 难道说他的胜选 对你台湾抱美国大腿 有什么好处吗 原来是这样的啊 民进党呢 因为现在在执政期间呢 台湾的经济都不好 把台湾呢 搞得一塌糊涂啊 就业呀 经济呀 这些全都不好 那么俄尔多安呢 和他有一定的共性 俄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呢 他们也是通货膨胀啊 特别的严重啊 那么他们的货币呢 都暴跌物价暴涨啊 经济呢 也是属于安的一塌糊涂啊 但是二端呢 当选了 民进党就觉得说 哎呀 原来的经济没有搞好呢 也一样可以当选啊 真的是脑子 真的是进水 台湾民众你说 你们还选他干嘛呀 这都是脑子进水的 下一个新闻呢 是关于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啊 现在呢 中国的国防部已经表态了 说李尚福呢 是确定了 要到香格里拉去参加那个香格里拉会议啊 那么新加坡啊 就特别开心 他们是主办国嘛 他们不希望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来参加 现在李尚福确定了要去参加呢 他们是非常开心的啊 但是呢 中国的国防部呢 已经表态了啊 说李尚福呢 去参加这个香格里拉会议啊 我去了以后呢 我可以跟这个别的国家呢 有接触 但是呢 必须得有一个前提条件 这个前提条件呢 就是一定要平等 有诚意啊 不能是口是心非 说一套做一套 那么这个 就好像就是指美国呀 那就是说李尚福去了以后呢 不排除会和美国的黑大戈国防部长奥斯汀啊 不排除和他进行会面啊 那么现在李尚福提出来的这个条件呢 就是平等有诚意 不能口是心非 说一套做一套啊 就和其他的那种 要求美国说你和我们有接触呢 我们不愿意跟你接触的原因 就是你说一套做一套 这个是一致的 那那个制裁呢 那么那个制裁现在中国不提了啊 那我想呢 可能就是美国已经承诺把那个制裁取消 美国必须得取消啊 而且呢美国在日本这个开G7位峰会的时候呢 已经是许诺了说会把那个取消 但是我们到现在好像还没有看到取消啊 那么昨天呢 我跟大家说了啊 星期六的下午吧 星期六的下午 拜登和麦卡锡他们两个呢 通电话达成了共识 就互相同意了 那么这个消息也传出来 以后呢 接下来就是星期天的时候 也就是昨天的时候 那个麦卡锡说呢 再赶这个书面文件啊 那么今天呢 这个消息就透露出来了 他这个协议呢 互相让布置 怎么回事呢 原来麦卡锡就是说呢 我顶多再批你增加1.5万亿 但是呢 你的那个开销啊 必须得削减啊 这是麦卡锡的这个条件 对吧 那么现在达成了什么呢 达成的就是麦卡锡把这1.5万亿提高到4万亿 然后呢 拜登就同意了削减开支500亿 所以啊 就是这事啊 就从这个事来看啊 他自己都管不了了 他哪里还管得上乌克兰呀 所以乌克兰现在所面临的呢 就是你要不你就完全靠你自己 你被俄罗斯给打死 要不呢 你现在呀 就赶紧的在中国的斡旋之下 和俄罗斯啊 进行这个和平谈判吧 美国他自己都自顾不暇呀 地主家没有余粮的呀 那么昨天我就跟大家说了啊 根据这个美国之音的报道啊 有好多的议员呢就出来发话 就呢就表示呢不能投赞成票 那么他们就掐指一算啊 无论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呢 好像都鼓腔都悬得呼 那么今天我看到他们继续呢 在报道这件事 继续在讨论这件事 到底是众议院和这个参议院能不能获得通过啊 因为众议院在5月30号 也就是明天呢就要开会讨论这个议案了 那么麦卡锡提出来的这个法案呢就叫财政责任法案 财政责任法案 现在有好多的议员呢就坚决反对认为呢 再提高上限的话呢 就是对美国人民的不负责任 就是对美国人民智商的一个侮辱 觉得说呢这就是你们这个行政部门啊 就是白宫还有这个国会啊 你们合去手来就捏鼓这些事啊 对你们的对你们有利 对那些背后的资本有利 但是呢对整个的国家 对于人民这个群体来说呢是不利的 那么美国的一些有良心的议员呢就说 什么财政责任法案呢 完全就是一个财政不负责任法案 那么我看到有很多的议员呢 他们情绪的是相当的这个激烈呀 表示坚决不能让这个法案通过 不过呢我们也不知道啊 到底他是有多少反对的 多少赞成的 反正是昨天我看美国之音的 那个报道里面说他们就是掐指算一算啊 数一数人头 就是悬的糊不知道到最后他们会怎么样 毕竟呢如果说你不提高线上线 美国如果债务违约的话呢 那个问题肯定很严重啊 你美国最有可能是这个破产了呀 所以说那些议员其实现在在反对到最后说 就问你你想不想让美国破产 估计就这一条他也得投赞成票了 但是呢我昨天说了啊 美国是这个进退维股的啊 不是说你提高了债务上限的你就万事大吉了 那你提高了上限以后呢 因为你现在这个状况啊 你要想让别人买你这个国债的话呢 那你必须得提高这个国债的回报率啊 就是收益率啊什么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别人买了你这个国债以后呢 你需要还的呢会更多一些 本来现在呢他们所欠的债和他的这个收入呢 基本上是持平的 那么他们的这个GDP能大幅提高吗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他能提高4万亿吗 应该不会 那么你现在你的收入和你的债务持平 你的收入又不提高你的债务提高了 你是不是就资不抵债了呀 你可能一时半会儿呢 因为你是美元霸权啊 你就印钱是吧 你可能还能度过去 反正是非常的悬 我不是很懂经济和金融 我从理论上来说呢 我就觉得我就很悬 就和我们自己个人过日子是一样的呀 你说我们买个房子啊 谁不想要那个豪宅呀 为什么很多人不买豪宅就买小房子呢 他得和他的收入来衡量一下 对不对 你说你不管我就要豪宅 那你收入那么点 你的豪宅那个债务那么大 那你这个日子你能过不下去吗 对不对 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好 我这个视频就给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